第一次自動告人就上手 知識的力量 對 知識的力量 要考數學 我在念國文 下午考英文 我在算數學 當時候對我來說 心理承受很大的壓力 那時候老師就說 哇 你還知名不聞啊 你同學現在都試科幾百二 你還在那邊睡著夢 不該有六煞星 空結星呢 應該不能算煞星 在某個層面上面來講呢 它反而讓煞星的力量消失掉 這張盤就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空結星 它可能錢就要不回來了 大家好 以前呢 我在很早很早之前 我剛開始教課的時候啊 我有個學生 上一段時間課之後 回去啊 就幫他老婆算命 30分鐘之後啊 他老婆就問他說 為什麼從頭到尾都在講一些 我倒楣的事情 我人生都沒有好的事情嗎 他就一板眼的跟他老婆說 老實說啊 人呢 只有倒楣的時候會來算命 他只關心他不好的事情 他不會來問說 老師 為什麼我錢這麼多 花不完怎麼辦 我們大部分的人啊 都覺得自己的生活中 很多事情不如意 所以才要來找命令師 但實際上呢 有一個朋友呢 工作不錯 用的東西非常有品味 身兼好多的工作 也就是現在 我們在談所謂的斜槓人生的時候 他早就開始在做這樣事情了 今天的來賓呢 他的人生之豐富 他每一樣工作都是我們羨慕的工作 不太想提他說啊 我很少看到光頭可以長得帥的 你知道嗎 他是難得長得帥的光頭 那我們今天就請他呢 來分享一下 這麼一個 大家眼中看起來 非常人生順遂的人 他的人生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 然後他真的是這麼順遂嗎 大家好我是Welson 借老師花了10分鐘考慎我這樣 之前在外商做經理人 現在在做電子商務平台這樣 當然你說斜槓的部分 就是我自己有一些小興趣 除了工作以外 那我還是一個DJ 還有寫部落格 比如說我之前玩衝浪 然後玩生存遊戲 登山露營 現在是固定會在GQ雜誌寫專欄 就是寫車子啊錶啊什麼類的 現在在研究股票 他剛剛講的很重要的點 他把他每一個覺得好玩的東西 他就可以變成他一部分的事業 我們在命理上 我常碰到客人問我說 老師你覺得我該做什麼 實際上啊 我們當然會給予客人一個方向 譬如說 你跟人家合夥做生意 會賠 譬如說你不能開餐廳 關入工一般人都解決於是工作 其實呢 在我們課程教學裡面 我們會告訴你 他不是你的工作 他是你人生所需求的價值 那既然是這件事情 你當然要想的是 能不能讓你開心 當你的人生要過得好 你應該要去珍惜自己 擁有美好的那個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就他的盤人來解釋說 為什麼這個人啊 在他即便碰到困難的時候 他也不會覺得 這是他人生的困境 這樣子的態度其實 才是造成他整個給人的感覺 生活過得很好 外人看你覺得說 你好像一切都順遂 你有什麼轉折點讓你有一些很大的改變 那講到比較大的轉折 是其實在我高中要考大學 高二以前啊 上學都是在玩 偶然間看到一部電影 游覽車一個小小的電視 然後那個電影叫做刺激1995 那部片就是說有一個銀行家 他突然被誤賴說他殺了他老婆之類的 然後他就進了死牢裡面 但是因為他有知識 然後又很聰明 然後他又知道很多世界上運作規則 最後最後這部片 大家都可能很多人看過 他影史上評分最高的地方 他就是用他自己的才智 把自己擺脫這個無間地獄的一個狀況 然後後來逃遇出來 他就逃遇出來 對我啟發很大 從那部電影我就發現到說 不管你是在什麼樣的環境 其實只要你有知識 你就是可以改變你的現況 然後往好的地方那邊走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知識是最有力量的一個東西 然後接下來我就開始思考說 好那我就要認真考一個大學 這樣 所以我是高三才開始認真讀書 我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我爸要舊寢的時候 我走進他的臥房 然後我就跟他說 爸我跟你講我做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既然考大學是我的事情 所以我的未來我要自己決定 所以我現在要follow就是 比較正確的道路 也就是說我不準備學校安排給我的課程 我會考到我想要考的學校 原本以前在班上是中段 從此之後直接掉到全校店底 對 譬如說今天要考數學 我在念國文 下午考英文 我在算數學 當時候對我來說 心裡承受很大的壓力 那時候老師就說 哇你還知名不武啊 你的同學現在都四科幾百人 你還在那邊醉生夢死 這樣要白天睡覺 考那種個位數幾 二三十分這樣子 那段時間是蠻痛苦的 譬如說沒有朋友 被老師羞辱 成績又很差 我會提到這個件事情就是 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折 就是我發現相信自己才是對的 相信自己很重要 對然後最後反正學測考出來 我變成可能全班第二名或第三名 最後是考取中三器官系 他幾個月前才以傑出校的身份 被邀請回去母校 那個跟他的學弟妹開始 中三的學校現在在南部 對 那南部的學生要進到台北一流外商工作 其實難度也非常高 但我那時候就不管 瞄準目標說我要進一流外商 大一的時候那間公司有跑到我們學校來做偵才 然後做一些講座了解那間公司 那時候我就決定我要去這間公司 大二大三就是稍微會收集一些這些公司的資訊 等到我當兵退伍 要開始面試找工作的時候 想說我記得以前PTT 有人分享過他的面試經驗 我就回去找 各大版我都一直找找不到 工作相關的版我都找 結果後來我在我的信箱發現了 原來在N年前我看到那篇文章的時候 我就有意識的把那篇文章存在我的信箱裡面 過了很多關 然後我就真的如願進入到那個公司 在台北這樣打滾也是看到我現在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人生兩個蠻大的轉折 相信自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有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去相信自己 或者是會害怕相信自己 不願不敢去做這樣的事情 一方面說他剛剛說的你周圍的人會質疑你 你的心情會動搖 那為什麼會動搖 其實是因為你沒有做功課 你沒有認真的去研究這個 你相信的目標跟事情是對的 還是只是一個你一廂情願的想法 如果你只是一廂情願 旁邊任何的質疑你就動搖了 可是如果你自己堅強了 你做過功課 下過苦工 你去做過研究 那當別人在懷疑你的時候 其實你會清楚的知道說 沒關係那是因為你們不動 我們看起來過得很好的這些人 他不可能人生是沒有風險的 只是這個風險他不會跟你講 絕大多數成功的人幾乎都是這樣的路線 我要做生意 我本來就會碰到被人家會搗帳 或是碰到員工有沒有問題 碰到那個不景氣 誰會拿這種東西出來講 因為這就是本來就是你會碰到的事 既然我會碰到 我只要做好功課 知道風險在哪裡 做好風險控管 我就努力往前衝 然後一路衝下去 我可以衝 我可以堅持 而別人做不到 那他就會成功 再怎麼順利的人生 總是有他困難的時候 他去年就發生了一件很倒楣的事情 在社會打滾久了 開始就會有人提供一些idea給你 或是邀請你做一些小生意這樣子 經過很謹慎的評估 該簽的合約 該立的規矩 一切也都是合合法的 照法律規定的東西走 完全不會有問題 但殊不知就是會被搗帳 然後anyway他們就是找沒人 然後不接不回 在老師那邊上課 上了一陣子終於有遇到一個衰事 可以請教老師了 他其實是我們的學生 成績很好的學生 他雖然不做這一行 他的程度相當相當的好 我們的考試 那個專業民事來考 都會失敗的那種考試 他可以考很高的分數 所以他來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從頭到尾 他只不過就是默默想來問一下老師說 那我該怎麼辦 在教室待了一個小時 被我虧了55分鐘 最後5分鐘就告訴他說那你怎麼辦 其實我命盤上也有顯示 就是說我會損失一點錢 但不至於到大賠 後來的結束是因為我就是用了各種方法 那譬如說我自己上網學寫狀子 我告他 我扣押他的財產 雖然最後結果是他出了本金 跟一些些利潤給我 那利潤可能我法院流程 跟我交通費 跟耗費的時間大概也差不多 但是就是一個學一個經驗 總歸來講我沒有虧到錢 但花了很多時間精神 也是我第一次自動告人就上手 知識的力量 對知識的力量 知識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但常常大家都只希望老師給他一個意見 可是很多時候是你自己要去努力 我們能夠跟你講的是說 你到底會不會出問題 就像他的情形 他的情形其實那個很明顯 一方面來講 從他的盤上你可以看出 他對事情的堅持跟努力 碰到問題的時候的損傷會降低很多 另外一方面我們常常在談到 有兩顆星 地空跟地結 這兩顆星很多人把它講得很可怕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跟大家講說 不該有六煞星 空結星應該不能算煞星 煞星應該是只有四煞 火靈羊陀而已 空結星在某個層面上面來講 他反而讓煞星的力量消失掉 這張盤就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他天良星做命功 然後對面是太陽星 否則太陽星的特質 喜照不喜座 太陽最好在牽移功 不要自在自己的命功 為什麼 在自己的命功 你就是自己當那個太陽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也還不錯 但比較辛苦一點 表示他在外面在群體裡面 去做個領導者的人 但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太陽這個位置叫弱線位 也就是說太陽是不亮的 太陽弱線如果擺在好的位置其實非常好 代表他這個人不強勢 他心中有很多想法 很多的間諦 可是他不會強勢 一定要你去接受他的想法 像陰天的太陽 你看陰天的太陽 是我們過起來是比較舒服一點 搭配上他這個天良星 天良星是博學的星耀 博學而願意學習 這是他本命給他的特質 在進到了他第二大線 就是他考大學的那一段的時候 他是連真跟七煞 對面是天府 有個陀螺心 大家會覺得不好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呢 代表的是啊 你對你內心所需要的事情 你有堅持的力量 搭配上他其實是天府心 他要是有自己的權力跟地盤 其實落在千怡公指的就是 我對我自己內心的那個夢 那個計畫 我是很堅持的 對面的連真七煞 也是給了他能夠很清楚的規劃自己 搭配上他那個時候的官路公 他那個時候官路公呢 無許破君 無許是勿實的 而破君追尋夢想的一顆星 所以他勿實的去追求他的夢 這樣子的盤 在第二大線的時候 開始起了他人生的轉捩一點 但是其實呢 這麼爽的盤啊 大家參考一下就好了 我要來講他所有的那件事情 去年的流年天干走記 剛好會有一顆流年的陀螺心在這邊 天象星是我們一直所講的 天象星叫做秩序 什麼叫秩序呢 我跟妳講好的事情叫秩序 我跟妳講好的事情 如果違反了 是違反秩序 天象星碰到所有的煞星 都表示秩序被破壞 跟秩序被違反了 只是因為他每一種煞星狀況不通 陀螺心叫做啊 我違反了秩序 可是我有一些不得已的事情 糾纏了在那裡 剛好大的大線財富線 表示說啊 他這個流年呢 對他最大的影響 是在於錢跟運上面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他出來說 他這邊呢 剛好是跌了他 只是交友跟兄弟公 這事情跟朋友有關係 就表示什麼 跟錢跟朋友有關係的 約定被破壞了 所以他剛剛講的說 他在那一年呢 跟人家講好的事情 然後合作的金錢 被卡住了 我為什麼建議他去打官司 其實是因為 他這邊有個天象 打官司可以引發天象的力量 引發天象的力量 然後去解開那個陀螺的問題 回過頭來講 無取破均 他的流年在這邊 然後走空節 空節是什麼意思 低空地野是什麼意思呢 低空地野就是 所在的公位 表示你這一年啊 所有的事情 終將一無所有 這個事情 好的也是 壞的也是 因此當空節在 低空地野在這邊的時候呢 本來他這個 跟朋友跟錢有關係的問題 應該是影響到他的生命 但是因為有空節在 所以這件事情 該賺的錢 就也沒有賺到 因為去年走擠嘛 擠的話呢 無許會話路 所以他應該會 靠自己的一些創意 去賺到一些錢的事情 沒有了 但是呢 這個官非的事情也沒有了 然後他也沒有實際上的破財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空節心 他可能錢就要不回來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事實上呢 空節心有的時候是很好的 不用那麼擔心 他當初來問我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說 趕快去告啊 應該會拿回來 那會不會全部拿回來 那大概也不會 今年呢 就當作啊 是一個 學習的一年這樣子 學到一些經驗 這個是我們今天 對這個人生勝利組的 盤基本的解析 告訴大家說啊 一個人 我們看起來他人生勝利 其實是因為他做了很多的努力 然後再來 不論這個人看起來多麼的順遂 他的人生中一定會碰到一些 其實有點困難的事情 可是因為他的這個本質 願意去努力 然後願意去學習 總是問題都會過去 最後一個就是告訴大家 空節真的不要再怕了 我覺得學而指揮斗 所以有些事情 你就會覺得 其實他就是大福王 走來走去就是會遇到 對 然後用一個比較 嗯 接受的態度 然後從裡面找出一些 可能一線曙光的解法 我覺得就是 走過難關之後 下一個就會有 其他的好事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就會 對人生他也比較豁達這樣 隨時充實自己跟自我學習很重要 對不對 我覺得比較沒錯 謝謝老師 好謝謝大家 先收看我們的監禮 監禮的一個狀況 等一下後來逃獄出來 他是個逃獄出來 對啊 你怎麼爆人 你怎麼爆人 20年前的雷 20年前的雷 大家早知道了 大家早知道